如果想問一下昨天在民進黨委員吳秉睿那邊投票發生狀況 那怎麼看現在是吳秉睿的民居們可能要算幾個票 首先我其實是想表揚吳秉睿 因為如果一次投錯那可能是失誤 吳秉睿兩次出包我就覺得他是生在曹營 心在漢 吳秉睿可能已經想要加入國民黨了吧 但不管怎麼樣講民進黨的回力標總是來得這麼樣的迅速 當初吳思瑤怎麼說是偽造文書 那麼請問今天要不要交代一下 那另外過去如縣一的事件就開始檢討周邊的國民黨的立委 質疑他們是帶頭的這個投票者 剛剛我跟葉元智開記者會 葉元智已經秀出影片 中間就有一位民進黨的立委 莫名其妙走到了這個 吳秉睿的桌上還做出一個暗東西的動作 被這個葉元智拍到 所以我也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那請問是不是已經追證確鑿了 要不要請這位委員說一下為什麼突然跑到 吳秉睿委員桌上做一個暗的動作呢 那另外坐在前面後面的包括黃捷啊 包括李坤哲坐旁邊李坤哲坐前面的黃捷 按照民進黨過去的標準是不是也應該被懷疑 所以我常在講民進黨其實就是不斷的秀雙標的政黨 那過去拿什麼標準打別人 那今天就用同樣的標準來檢驗民進黨 昨天又會表決了說民進黨立委吳秉睿委不在場 結果又出現他的這個口票出現在那個螢幕上面 那是不是又出現有人不在場 然後立委幫他按案件這樣的狀況 那韓國院長是不是應該要撤查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發生過非常多次 然後畢次人後來再問他 昨天民進黨再一次暗渡陳昌 是不是又有牽手觀音啊 到此案發的時候啊 那一位經常指責其他政黨 代為代案表決器的民進黨立委吳思堯 又出現在那個犯案的熱區 那到底是哪一個人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相信啊他自己好好去面對全國國人跟媒體 吳秉睿不在現場是證實的 但是呢到底是誰隔空抓藥啊 幫他按的這個表決器 我們希望啊民進黨啊能夠回頭施案啊自我向啊全民自首 這才是啊一個執政黨該有的風範 表決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 葉宇宏說你不在現場 這有什麼重要嗎 我就不在啊 第9題的時候我就不在就這樣而已啊 有人幫你打按投票 這我就不知道的啊 我就不知道啊 所以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不在 第9題不在 第9題不在 就會覺得國民黨這樣子一直在講這些事情很可惡 不會有什麼事情,他要講他就去講 欸你們不要這樣子喔 我跟你講人身安全你們也是要顧 你們為了做你們的工作這樣子好嗎? 這樣不好吧 所以委員你昨天有投票嗎? 我就跟你講第七題第八題為了投啊 我昨天沒有看到他,但是我有聽到大家都在找他 然後好像沒有找到 結果大家就說吳秉瑞呢吳秉瑞呢吳秉瑞呢 然後他人沒有出現 對所以我想先前民進黨說帶頭是偽造文書 那現在民進黨是不是自打嘴巴偽造文書呢 他們自己應該要好好回答這一題 吳秉瑞不是講說不可能有做票帶頭的事情 是因為只要委員一離開,議事人員馬上來抽卡嗎? 但是喔,昨天我的直播就是當我把鏡頭轉到吳秉瑞的方向 吳秉瑞消失非常久之後,議事人員才來抽卡 這個就是議事人員,我就看到他從這個地方走過來,爬卡抽走 其實是在吳秉瑞已經消失非常久以後 然後被我拍到 那我就問吳秉瑞,做立委可以這樣說謊嗎? 我們把鏡頭轉過去的時候,他們都裝沒事啦,好像沒事發生一樣啊 請這些周邊的人出來打球,是不是你案的? 昨天我們總共是表決三個案子嘛,第七案,第八案,第九案 那後來到第九案,每一個案子都有兩個動議 第一個是民進黨的動議,然後第二個是民眾黨的動議 那昨天在第九案的第一個民進黨的動議的時候呢 吳秉瑞是有投票的 他的名字是有出現在儀表板上,叫投票 但是忽然就被人家發現說,他明明就不在啊 他的位置是在角落嘛,很明顯嘛 不在,那為什麼居然會有投票呢? 所以當時我正在直播,我就馬上把鏡頭轉到吳秉瑞的那個位置那邊 果然他的位置是空空的 所以他就,他人就確實就不在那邊 然後後來我們因為在想說,他會不會回來嘛 所以就一直鏡頭,就對著那邊 結果後來,在進行民眾黨的動議的時候 吳秉瑞就沒有投票了 可見呢,他就是因為有人幫他帶頭 就被抓到,被發現之後,就不敢投了 所以後來他就沒有投票 那到底是不是人家幫他帶頭呢? 第一時間民進黨其實是說謊 要狡辯,因為我看到他們 黨團的幹事長吳思瑤 說不可能有這種事情,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因為 只要委員離開,議事人員就會馬上過來把卡收走 所以不會出現這種帶頭 國民黨不要再造謠,國民黨不要再抹黑 這個是吳思瑤一開始狡辯的支持 可是吳思瑤馬上就被吳秉瑞打臉了 因為吳秉瑞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自己承認說他在第八案投完之後 因為地方有形成他就離開了 這是吳秉瑞講的 換句話說吳秉瑞自己承認第九案他沒有參與投票 但問題是我們拍到的很清楚 第九案第一個動議,民進黨動議 吳秉瑞就是有參與投票 所以吳秉瑞打臉了吳思瑤 吳思瑤要出來護航 結果馬上被吳秉瑞打臉 而且我的直播也非常清楚拍到 實際上當我的鏡頭轉到吳秉瑞的位置方向 很久以後議事人員才來把卡抽走 所以並不是吳思瑤講的 委員一離開議事人員就來抽卡 不會發生帶頭 沒有 我清楚地拍到 隔了一段時間議事人員才來把吳秉瑞的卡抽走 所以吳思瑤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從頭到尾都在掩飾太平 那我真的覺得 以一個民進黨的幹部幹事長 講話一開一張嘴就說謊 這真的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團隊54票 我們黨黨團票票入貴 欸我們多一票 民進黨來幫忙啊 民進黨誰幫忙趕快來看一下 欸吳秉瑞投給我們啊 謝謝謝謝吳秉瑞 謝謝吳秉瑞 謝謝民進黨次票 謝謝吳秉瑞 我們現在進行民進黨黨團所提 副議案 現在我們進行表決 我們現在民進黨黨團所提副議案 現在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要求 記名表決 我們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一二三 反對 反對 要喊一下才有氣勢 我今天反對在正前 按著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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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兩下 按兩下 不用按應該就好了 我按兩下要可憐 搞錯了 你再試一次 再一次 按錯可以重按啊 我那邊都沒投耶 那邊都沒投 那邊都沒投 給大家看一下誰沒投 民眾黨我都沒有投 民眾黨我都沒有投 只有 民眾黨不投 國民黨是韓國瑜沒投 民眾黨就變成縱使之地喔 民眾黨就變成縱使之地喔 哈哈哈哈 其實都投完了 都投完了 反對 五十四票 國民黨黨團票票入貴 欸 欸我們多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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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來幫忙 民進黨誰幫忙趕快來看一下 民進黨誰幫忙趕快來看一下 欸吳秉瑞投給我們啊 謝謝吳秉瑞 101號 謝謝民進黨次票 謝謝吳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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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好 這怎麼好意思啦 吳秉瑞 吳秉瑞 剛剛才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一線一線 票都不會投 票都不會投喔 你怎麼說一票 議長感謝 謝謝 本案報告事項照原作決定通過 現有吳委員秉銳聲明 吳委員秉銳剛才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